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Vicky Ho英文 现在先来看看欧美股时间晚的收市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高收 科技股做好 纳斯大克指数升超过2% 到期施指数收报35768点 升305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升65点 报4587点 纳斯大克指数报14490点 升295点 接下来看看港股美国预托政权的表现 港股美国预托政权教本 港收市上升 回控ADR报58.9 跌0.67% 騰商报490.63 升1.62% 阿里巴巴报123.2 升3.71% 美团报234.91 升2.49% 众人收报14.54 升1.67% 中石化报4.22 升0.07% 中石油报4.17 升1.16% 接下来看看欧洲股市的表现 欧洲主要股市收市升1%或以上 伦敦富士100指数报7643点 升76点 法兰克福desk指数报15482点 升239点 巴黎剑指数报7130点 升102点 接下来看看商品期货的表现 国际油价上升 受美国原油库存大减和需求强劲带动 伦敦布兰特旗油 收市报每桶91.55美元 升77美先 升幅油0.9% 纽约旗油一道升穿90美元一桶 高建90.58美元 收市报每桶89.66美元 升30美先 升幅油0.3% 另外美国能源信息处表示 上星期原油库存出乎预期减少480万桶至4.1亿桶 是2018年10月以来最低的商业库存水平 需求也创纪录高位 接下来看看金价 纽约旗金创两个星期高位收市 随着美元和美国国债知识队倍落 提升黄金避险的吸引力 纽约旗金收市报每桶1836.6美元 升8.7美元 升幅油0.5% 现货金较早时报在每桶1833.08美元 接下来看看美元每桶 美元未跌至上星期 欧洲央行立长转吹鹰派后 欧元持续强势 市场正待美国公布最新的通胀数据 美元指数在纽约美市未跌 约0.04% 在95.56水平 美元兑港元押价7.791 日元115.534 欧元1.142 英镑1.353 所以施花囊0.924 家元1.268 欧元0.717 欧元0.668 接下来看看美国国负债券息率的表现 10年期债券息率报1.94 30年期债券息率报2.25 接下来看看港股的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24933点 升103点 国企指数升61点报8782点 大支成交有82亿 本节就差不多 待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再见